请听第三种声音 欢迎收看NGO观点 我是纪慧荣 每一年有25万个大学生毕业 其实他们是不是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而且薪资满意的工作呢 好像有点难 尤其在今天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可是台大的校长说 当修热实在是有点可惜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演艺界 其实他的收入是比较丰厚的 但是高学里是不是有更高的光环 可以让他们在演艺界很好的发展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探讨 到底我们的大学生青年年轻学子 他们梦想的演艺界是如何 好 我们先来看一段 我们为你所拍到的一个 大学生的现身说法 大大的眼睛 甜美的笑容 台大毕业被封为五姬之一的翁兹曼 这回儿看来活脱脱像个花仙子下凡 慢慢要帮韩国化妆品剪彩 造型师把他打扮得很漂亮 但是人前亮丽 人后细酸 曼曼说他当学生一任时 其实非常辛苦 我要顾社团 要顾学校 然后我又参与学校活动 然后我又是一个很拼的人 像我之前一遍在 从事演艺工作的时候 然后一遍当学生 然后就是还蛮累 他们今天把顺序稍微对掉 所以可能他会先请你出来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访谈 曼曼很小就学很多才艺 为投入演艺圈做准备 父母亲很开明 全力培养他 支持他的决定 像小时候就会学钢琴 然后后来又学吉他 那我最擅长的就是跳舞 我是用舞社的 欢迎迎 哈啰 姐姐好 我是汪姆 哇 真的很漂亮 一上台就是美光灯的焦点 他今年刚毕业 当别的同学还在找工作 为未来伤脑筋的时候 慢慢已经接通告 接到翻了 在养热带地区都是在冷气房里 所以其实保湿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没错 因为像我在冷气房里面 然后很干的房子 最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表演工作 对 对于音乐戏剧方面 我都很喜欢 然后我小时候也很喜欢讲话 好 我们会掌声鼓励 邦兹曼正是网络发展出来的 正妹文化代表 先有台大舞机 后有十三妹 部落格里谁不爱摆个pose当正妹 谁不爱看正妹 包括戏剧蜡 护里捏 农化针 国庆妹 艳寿还肥各有千秋 刚好成了各项商品的代言走秀 model 他们争相顶着台大的光环 秀身材 秀武艺 是不是名气太大 引来校长太可惜的感叹 他们享受了国家这么好的作业代言 他们有专业的知识 他们也有很高的智慧跟知识 他们可以在他们专业上 做出积极的贡献 校长会还有的一些想法 跟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奶奶 他们的想法其实是相差不多的 所以我能够有这样的同理心 知道校长她的出发点是好的 美丽又有脑袋是老天的后四 但是学生时期辜负了增长智慧 从拾知识的良机 只能任心海浮沉 淹没在美光灯和掌声里 念哪个学校又有什么差别 好 我们看到台大的光环 加上美丽的一个外表 那到底她能不能在这个演艺界 好好地发展呢 其实我们今天有邀到很多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演员德馨 季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德馨 好 另外一位呢是陈敬杰 也是比较年轻一代的 主持人 各位来宾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陈敬杰 好 再来就是演艺工会的发言人陈玲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来就是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 杨文山教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104银行 人力公关银行的经理 是方关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翁兹曼 其实他就是台大的毕业生 而且已经一年在演艺界上的发展 好像还不错 只是我们看到的台大 有所谓的5G13美 到底他们以后的发展会如何呢 这值得大家来关心 不过我们今天邀到的 也是高学历的德鑫 他有来到我们的当中 德鑫你是正大 对 正大功行系 对 现在已经毕业几年了 秘密 是秘密 不过我们知道你在演艺界的发展 也有蛮多年 而且都很好的成绩 甚至你得到浪涛杀 演那个妈妈 然后得到最佳的女配角 对不对 入围 入围 是入围 是入围 不过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你用高学历 然后进到这样的演艺圈 这几年来 你是不是觉得很辛苦 还是说背后你觉得很值得 然后辛苦在哪里 其实应该说辛苦当然是有啦 可是因为说真的演戏 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 因为小时候我就常常会搬一个椅子 然后就是把邻居阿阿姨阿伯母那些都找来 然后在那边唱歌阿 然后演戏给他们看 所以我很清楚这是我的兴趣所在 然后大学的时候也参加话剧社 那只是说一直 自己没有这样的规划说 会朝演员这一方面走 那也就是因错阳差嘛 那进入这个演艺圈了之后呢 我一直相信 就是说你努力一定会被看到的 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五公十色演艺圈都是划众取创啦 要不然就是手段 就是需要争取什么机会 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子用实力 然后呢就是人家说一步一脚印 那像没有戏的时候 我会去观摩一些其他人 就戏剧的演出 国外的电影也好 或者大陆的一些影集之类的 就是try自己的演技 那当然一方面我觉得看书 看书这也是一个 我很重要一个补充我能量的一个来源 那我相信高学历其实对任何一个工作来讲 不要讲演艺圈都是有帮助 有正面的帮助 因为其实你说内涵跟这个深度 其实我们所受到的养成教育 其实真的是有差 那尤其是你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怎么样赋予一个角色深度跟生命 其实我相信我这方面是真的比别人还要用心 我相信以你的聪明的脑袋 一定可以在很好的发展 不过你在演技 这个演艺圈是不是曾经有很辛苦的走过 是啊 其实你说会不会被排挤 其实也会 因为觉得不要说自己觉得有点格格不入 那像我之前刚入行 那时候还没正式拍戏之前 那我也做过那个外景节目的助理主持人之类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觉得你真的很轻欸 我觉得你应该是主持那种举光原地吧 你不是来这边综艺节目之类 那其实那边那时候就会有点难过 然后大家也知道 其实录影的时间非常长 那常常我在等的时候 那我会拿一本书 或者是拿那个英文杂志在那边看的时候 那也会被排挤 就觉得好假喔 好假 就觉得说怎么那么轻啊 之类引发一些比较负面的批评 然后其实这都是觉得 我当时我会觉得很难过 可能是一个阻碍 可是我后来就决定 其实要自己做调整 自己要调整 这么说好了 好比说这个圈内 可能大家都觉得 打麻将啦 抽烟喝酒 这是很普遍一个文化 那当然我们可以删选嘛 就是说这种不好的习惯 我们不一定要有 但是可能讲话的时候 尽量就是跟他们 就是比较打成一片 打成一片 但是又要你自己的风格 好